郭先生第四節 我們平時在血液或身體裡面 我們會不會找到很多毒素呢? 你說的是哪一種毒素 但不要說在身體裡面 你說外面的時候 我們要在飲食上如何避免吃得多餘的毒素呢? 這件事是千年難題 如果你看武俠片 找一支銀針試毒 其實你說銀針只能試到某一類重金屬的毒 其實你說如果是一塊肉放得久了 變壞了 然後產生毒素 發了貓那些東西 你放一支銀針是不是就搞得了呢? 其實應該不是的 所以我們有沒有一種 建立那種很方便很快的方法 來令我們自己盡量減少 去進食到一些毒素呢? 就是一個很有用 很需要解決的問題 是啊 但是很不幸的 有些動物 是代替了科學的這些元素呢? 去跟我們做這個測試劑的 大家看到這隻馬蹄蟹 或者叫喉 其實他們就是為人類的健康付出很大的代價 因為每個隻隻都被人抽血了 是不是? 其實是的 其實香港也仍然不找到的 在一些比較乾淨的水域 也仍然找到的 那些人就說 找到就是一對一對的 甚至乎我自己親眼 我記得去西貢的海鮮檔 是有人擺來賣的 當作野味海鮮去吃的 但是其實也見過就是說 其實沒有什麼肉吃的 就會說 它有些高 這樣的樣子 但是其實這種這樣的喉 馬蹄蟹 它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本身的血液 因為它的血液原來可以是 我自己裡面的化學的那個色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但是就說 由它們的血液裡面 可以提煉到一些的物質出來 是可以幫我們去做試劑 去顯示一些毒素 那為什麼會做到這個效果呢? 你要理解這件事 你其實是來不開那個化學反應的 我自己僅有的知識就是 以前我們譬如說 學那些試劑 那個試劑是可以幫你測到有沒有糖分在裡面的 如果那個試劑本身可能是一些帶著一些銅離子的東西 那你加一些糖分進去 然後再興一興熱它 它就會產生一些橙色的一粒粒東西 於是你做過這個步驟 你就知道那件事 和試劑結合之後 那個樣本裡面有沒有糖分在裡面 這樣想到這個測試的人 有時候這些測試用以它來命名的樣子 其實在化學上面 經常就希望去做一件事 就是 你找到一個獨特的化學反應 是特別是幫我測試到那樣東西的 就是它和我食物裡面 我只是想知道它有沒有糖 有糖的沒有糖 有沒有蛋白質等等 那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件事 而那樣東西只是和你的糖是有反應的 然後有一個訊號顯示出來的 那這就是那些叫做試劑那樣東西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 甚至可能大家在文具店 或者在儀器行都買到的 去測那些酸鹼的那些試紙 是不是 測那樣東西有多酸 有多鹼 那它那些試紙上面 其實就是有一些試劑的化學物質 就放了一層在那裡 當它碰到你的酸或者鹼的液體的時候 你就從那個顏色那裡 可以顯示酸鹼度有多少 那其實就是你要 就是很多時候你找到一個適當的物質 它能夠給你一個眼可以看到的反應 就是很即時的 於是你就方便去用了 就讓你去下結論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或者那些酸鹼程度等等 我們很希望在測試食物毒素的時候 可以做到同一件事 但是好了 你去哪裏找對的試劑呢 試劑本身是一種什麼對的化學成份呢 那這件事就由化學家 就要很幫忙去做這種事情 在有一些情況 是可以用一個很普通的大自然的物質來提煉到 譬如有些都在說一些石裏試紙 我記得小時候看教育電視說 它不可以量到酸鹼度 只是量到酸度還是鹼度 我自己都忘記了 因為不是經常用的 那種試紙就只能試到 一些東西有多酸或者有多鹼 我自己都要塗 但是它是從植物裡提煉出來的 甚至乎很便宜 一拿就拿出來 另外如果你說中學生最喜歡玩 就是把酸酒滴在飯裡 於是看到酸酒原來是啡色 就變成藍色 原來就是它裡面的化學反應 就令到那些澱粉和酸酒結合之後 就產生了藍色出來 於是酸酒就是一樣 拿來去測試那個飯裡面 有沒有澱粉的一個好的試劑 那一切你都是要找一個 對的化學反應去做 那好了 我們能不能夠找到一些獨特的物質 它是能夠對一些主流的食物裡面 的毒素有化學反應 有化學反應之後 它能夠形成一些新的物質 它能夠顯現到一個信號 是我們眼睛直接看得到的呢 那這個問題聽起來就很簡單 也都很有用 那其實當初我覺得 當初的辦法都很厲害 有人就能夠在馬蹄蟹的血那裡 能夠找到這個答案 那我也覺得很了不起 那起碼就是說 你在化學上面 不需要自己亂砌 你能夠找到現成地球上存在的物質 加以提煉之後呢 就能夠成為一種試劑 測試食物裡面有沒有毒素在那裡 所以呢 你現在很容易找到那些馬蹄蟹 你去搜尋馬蹄蟹的血 你就很容易找到一些照片 就是裡面是一個實驗室 實驗室裡面有一排的馬蹄蟹在那裡 那些馬蹄蟹的血來去提煉我們的試劑 那所以你會看到那個 就是你沒得選的時候 你就一定 你就逼著這樣做 那我想那個成本都不是低的 因為你的產量不會高得去變的 其實應該是 但是當我... 很令人害怕的 你看到這個飯都不想吃 整排蟹在那裡給你抽 就要放血 那那個血是藍色的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就是 藍色的血的生物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故事 就給了人一種好像很高貴很矜貴的感覺 就是我們經常說 那些人的blue blood 我想不只是在講傳統上的定義 你由馬蹄蟹抽到那些藍色的血 那個血能夠可以幫到人救到人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有藍血的 就是藍血的又有另一種意思在那裡 但是那些蟹很慘啊 是 所以一樣這麼遠古的生物 它已經沒有什麼用給你吃 預料了你不會抓它來吃 誰知道你就抓到它的血是有用的 哎呀這樣就慘了 就是障以此焚身 馬蹄蟹就因爲自己的血半生不死 人就不會刻意想弄死它的 但是就是想它不死 就不停地去剷血 那你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那麽麵大家看到那些血是真的 沒有經過提尼 沒有經過加息的 那張照片也不是photoshop的 那些血是真的這樣識的 那麽現在可以做到方法沒有這麼殘忍 但是通常我們在自然間 我們看到這些物質 我們可以提現出它那個精華出來 加以這個化學的重組 不用再去抽它 現在我們是不是做到這件事呢 那麽其實呢 大家都去想不同的進路了 如果你想救這些馬蹄蟹 那麽其實你最實際的方法就是 你能不能夠找到一個新的方法 是可以取代馬蹄蟹的血 而那個新的方法正要是便宜的 爽手的快的 甚至乎你說 會不會可以找到一個過程 可以跳過了馬蹄蟹 產血的過程 你能夠找回馬蹄蟹自己 做血的機制 然後你自己在化學上面去重複它 那麽其實就是兩個進路了 第一就是你嘗試用科學方法去重複馬蹄蟹的血 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可能找到另外一種物質 可以取代馬蹄蟹的血的作用 甚至乎你由馬蹄蟹的血裏面的化學分子 你受到啟發 你能夠去做一些新的化學物質出來 取代馬蹄蟹的血 那麽其實呢 我又覺得剛剛這個星期 哈佛的這班科學家 就給了我們這個好的消息 那麽我覺得是幾重要的 雖然大家也聽到 我自己就不太熟悉後面的化學了 但是我會覺得呢 這個這樣的發明呢 是非常之有意思的 那麽所以我覺得 就值得拿出來和大家去分享 那麽這個呢 就是來自這個哈佛的工程 及應用科學學院的研究小組呢 就他們就找到一種 就是新的物質 和測試的方法 那麽他找到那種物質呢 那麽我自己的那些 amphifies 這些字呢 我自己不是很化學的專業 那麽我自己都 具體上不是很清楚 就是他們的用途 和大約在哪裏找到的 我最多大約知道 就是它有些部分 就是比較親水 有些部分是比較親油 那麽很粗略地知道 那麽由這些東西 原來可以建立到一個新的方法 去取代馬蹄蟹的血 來幫我們去測試一些藥物 藥物 藥物 食物 和食水 裡面的有毒的成分 甚至乎可以幫我們去測試 一些比較早期的肺爐和癌症 都可以由這一類的這些化學物質 去幫我們去建立一些很簡單的測試 測試簡單到一個地步就是 比如說你將這些試劑 也滴在樣本上 然後你就可以用一個 紫外光燈一照下去 有個螢光給你看到 而且有個螢光的強度 你甚至乎可以看到 那些毒素的濃度有多高 所以就是一個很便宜 可以很隨身攜帶的方法 來幫我們去找毒素 而且似乎就是 它不只是找到一種的化學物質 它是找到一系列的化學物質 是能夠幫我一次測很多東西 就不只是食物毒素 我剛才也說了 藥物 食物 甚至乎是一些醫學的裝置 水源 甚至乎是某一些的病症 例如癌症和一些肺爐 都可以透過這個組別的化學物 來建立一個試劑 來給一個很便宜的測試方法 是啊 如果我聽說是一個很有用 很有建設性的發明 其實是的 你如果問我 廢爐 我很記得 現在很少有人去做這個測試 教書要去照廢 我沒有記錯 其實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你都要打一支針 打到表皮下面 然後從表皮下面 看看那顆東西 能不能夠及時散去 如果一直都沒有散去 其實都代表著 你身體上潛藏的肺病 很便宜的樣子 接下來會不會有些更簡單的 根本上就不需要這樣做 簡直就是你收集一個喉嚨樣本 在你的呼吸道裡收集一些樣本 然後就放在試劑上 立刻就可以 而是在說以秒計 繼續出到的結果出來 不用搞那麼多 便宜的 我覺得是很造福的 甚至乎你說癌症 我不知道他在說是哪類型的癌症 因為我報道裡面 我都沒有找到 有人甚至乎會問 譬如你說呼吸道肺癌 會不會其實由肺部癌症的病人 呼吸出來的那些氣體 都有一些古怪的東西被你叉及到 然後也都可以 那個訊號強到你叉及到 如果你能夠在癌症的樣本 立刻都不需要做那麼多 什麼的分析 直接就拿出來去試 我覺得是一個很便宜的方法 就是你變成做體驗 有些便宜的東西可以玩到 還有就是 因為你現在做很多的經驗 是invasive 就是要測試你身體裡面一些的血液 組織 那你會覺得有時候痛 就是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那現在最重要是不要痛 就可以驗到 就是做福人 不是一次過可以一網打盡 你用得多 就是可能你不是說要一個測試 痛一次只是驗到一件事情 你甚至痛一次可以驗到很多件事情 現在我是希望做到這個效果 是啊 那你之前也說過 你照圍鏡照搶鏡 嘩 多麻煩 又要斷射 又要什麼 是不是 而且是痛的 但是身體有少許痛 現在也好 現在也好 我那次很幸運 我那次沒有什麼痛 但是就 你變了你要花這個心力時間 是不是 你如果照搶鏡 最痛不是照那一下 因為你昏迷了 但是你最麻煩的是 你要準備一條搶那一下 是要磨一整晚 好像要吃射是不是 吃射藥 要喝成 就是那個射藥 你沖開了 沖開了 要成三四公升的射藥 你要在那幾個小時之內 要喝光 然後就不停地 不停地 摸摸摸到什麼都沒有 然後還要你斷吃 不可以隨便吃東西 喝水 又不可以喝一些有顏色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 對於那時候 喝雪碧這些透明液體 透明有營養液體 你多不喜歡喝 你都會喝的 那時候 這就是我們來一提 講講講講講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會說 雖然你說 那這樣的法學物質 本身有什麼特點 可以令它做到 這種測試效果呢 樹小弟在這裡 都沒有這樣的知識 能夠很簡單地說出來 就是我自己都要找一堆東西 還有它們怎麼去找得到呢 其實這個都不知道 還有為什麼它能夠做到 這麼低的濃度 都能夠給出信號出來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才是 那個發明的關鍵位在哪裡 就是你要找到那樣東西 有反應不奇怪 你要有反應之後 給出來的信號 是要明顯地用眼看得到 那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其實這次他在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你把試劑加進去樣本裡 它就會 你要再加一個紫外光燈 然後在螢光環境之下 你就有一個螢光信號的強弱 你就會看到它的濃度 有多高有多低 那就變成了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因為你如果紫外光燈 現在你講真的 你想照張文子有真還是假 紫外光燈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東西 隨身攜帶一支筆這麼小的東西都可以了 是啊 是啊 我們今天四節都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有科學回錄 大家就繼續收看 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